这栋14层楼高的景星大楼 号称全台北最猛凶宅 因为它过去35年夺走了26条人命 不过这里还是有许多居民定居于此 而且房价居高不下 到底怎么回事 乌龄老旧外观斑驳又有闹鬼传闻 景星大楼到底哪里好实在想不到 但它在2022年3月和11月成交的两户 单价竟然在47.7万元和46.9万元 逼近五字头 为社区两年多来的新高 虽然和整个中山区中古大楼 6到7字头的价格相比还是低 不过有这样的行情也让人跌破眼镜 不过它的租金水平是一般正常房屋的 差不多8到9折 所以就租金投报率来讲 大概都会有3%以上 房市专家表示 其实一般凶宅通常会以周边价格 7到8折开卖 景星大楼算是在正常水准 而且它的租金投报率在台北市住宅算是相当理想 凶宅热度不减吸引包租公包租婆进场投资 所以租屋的比例也比较高 尤其它的这个整体的租金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这个社区的租屋比例应该都会有8全以上 观察实价资讯 以租赁来说虽然没有创新高 但在2022年底出租的13楼户与5楼户 租债1.2万元都有高水位表现 景星大楼争议多 但租屋市场不受影响 为这里更增添一股神秘魅力 东西新闻王振宇 郑仁淳淳台北报道